11月26号,中国最北的墨河市气温达零下35摄氏度,极寒天气让这里出现千米冰炮奇观。 作为全世界三个著名的冰炮湖之一,中国唯一的一处冰炮湖,莲花湖,吸引了大批游客来自异渡奇观。 地处墨河市观音山景区的莲花湖湖面已经完全风洞,冰层最厚的地方已经超过60厘米。 透过晶莹剔透的冰面可以看到一串串洁白的气泡分布在冰层之中,形成一组组微妙微笑的冰炮奇观。 记者在观音山景区莲花湖看见,湖面的冰炮晶莹剔透,造型奇特。 有的形似飞碟,亦飞冲天,有的形似珊瑚,美轮美奂。 有的形似观音,端座连台,形态刻意的冰炮,形成一幅幅精美的冰雪艺术化剑。 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,因为第一次来这么冷的地方, 然后也没有,以前没有看到这么快速冻成冰的一个地方嘛。 然后刚才也看到有新的气泡冒起来的感觉,哇,觉得好神奇啊。 第一次看见觉得很震撼,然后很奇特,各种形状都有, 就大自然形成的一种奇特的一种景观。 拍了很多视频,很多照片,然后回去的话给朋友看一下。 据了解,冰炮是由湖底植物释放出的沼气,在渗生过程中, 因极寒气温导致冰风速度过快,被锁在冰层之中而形成。 目前,全世界仅有三个著名的冰炮湖, 沛龙江墨河冰炮湖是中国最北的冰炮器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